我行医多年在临床面对过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发现现在人们被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困扰着 皮肤问题便是众多烦恼中的一个 大家好,我是王医生 皮肤疾病有几百上千种 其中一个比较少见的是红斑狼疮 红斑狼疮是因内外因素引起机体免疫功能失调 由于免疫因素的作用出现多系统、多器官的广泛损害 相当于中医的周身气血壁组的周壁 因此红斑狼疮用周壁命名 能比较全面地概括其病理变化及临床表现 红斑狼疮虽然症状复杂多变 但其病机仍有规律可循 大概是一年前的时候 我遇到了一位28岁的患者 经他自述自己患有红斑狼疮已及两年了 这两年该试的方法都试过了 效果还是甚微 而且非常影响情绪 都不敢出门见人了 经了解这位患者平时会有发热头痛 深痛之处 稀薄白痰 舌苔薄白 卖服于是我根据他的情况给他配方 忍冬疼 千斤拔 六月血 经界 防风 苏叶 白痴 豆齿 葱白 结果他自己在家服用一周后 头疼发热的情况好了不少 于是叮嘱他继续坚持 两个月后复诊 均已无碍 为什么会这样呢 首先我们从患者的表现来看 伴随有发热头疼的症状 这就是风寒洗表 肺位失宣 所以我们只需对症条理即可 再来看这个方子 忍冬疼 疏风通落 千斤拔 除风力失经界 防风 截表 散风 苏叶 白痴 截表 化湿 豆齿 葱白 发汗截表 通达阳气 中医认为 红斑狼疮是由于个体先天 禀赋不足 在家后天 七情内伤 或日光照射 或饮食不洁 而致阴阳气血失调 气质血淤 化热成毒 窜泛脏腑而出血 面部叠形红斑 同时伴有发热 光过敏 关节痛 以及心肝肾 神经系统多脏气损害 如此一来 从根本条理 自然而然的就好了 感谢观看